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到现在大概是400多名的预约者 今天我们整个商圈主要是做一定量的压力测试 今天整个商圈开了12家老字号门店 主要是以餐饮为主的宁波汤团店 松月楼 松鹤楼 按照我们的相关文件的要求 目前我们餐饮不开堂食 我们主要的销售方式是以线上预定线下取货 当然我们在可控的前提下面 我们将适度适时的推出无接触的销售方式 我们是住在土坨的做公交24路 做了40来分钟 到了上海总会少不了预言预言 去到这开饭就很高兴了 买了就是小龙 还有那个麻群 以前来的都是人挤人 人很多的 那么这个就是很热闹 今天这样嘛 我们觉得就是海军好像 还是比较安全 就是大家都防护做得很好 我妈还在封在小区里呢 预言我不知道 就是话出来两个小时 我就想出来偷偷空去吧 我们是小区是27号封的 到今天正好两个月 感觉嘛 总会是放松的感觉吧 总会希望能回归正常的生活吧